過去我已經不只一次提到自己有多麼期待媽的多重宇宙 故事整體定調是我的菜之外,我對A24向來是蠻有信心的 然而我萬一沒有想到,在抱持著高度的期望的情況下,看完試音之後 我還是可以被驚艷到瞠目結舌,感動到亂七八糟 怎麼可以有一部電影在具有如此龐大的世界觀,天馬行空,大丸特丸的同時 還可以說好一個如此私密的溫馨故事 MOTHER多重宇宙講述的不只是一個中年危機的女子在多重宇宙間跳躍 最終認清自己存在價值的故事,她講述的是人生的虛無,存在意義的探討 亞裔家庭的亞裔,選擇的重要性,而最後的最後,一切回歸於愛本身 你實在難以想像一部有著熱狗手指的楊子瓊,跳著荒謬求歡舞的電影 可以讓觀眾看完之後感動到淚流滿面 我真的是已經聽到不只一個人說她看完這部電影之後想到了自己的媽媽 MOTHER多重宇宙就是這麼一部神奇的電影 我在此宣布她很有可能是未來五年內最偉大的劇作 應該也是我今年度最喜歡的電影啦 她實在是太難被超越了 本片的劇情圍繞在楊子瓊所飾演的角色Aveline身上 身為這個平凡的移民家庭主婦女 她每天擔憂的問題除了柴米油鹽之外 還有家裡經營的一間破舊洗衣店的奧客 她的丈夫看似軟爛無能 出櫃的女兒叛逆和她疏遠 家裡的稅務被處理得差強人意 堆積如山的發票、瑣碎的雜物 讓她忙到幾乎崩潰,人生只剩下無知境的瞎忙 然後就在一日她那軟弱的老公團聲稱自己是來自於 另外一個平行宇宙Alpha宇宙 並告訴她在那個宇宙中出現的大魔王 Jobu Tupaki 這個Jobu Tupaki她因為實驗造成的感知的過載 得到的同時在各個宇宙中穿梭 控制各個宇宙的超能力 她試圖毀滅世界喔 那唯有Aveline有機會去阻止這個Jobu Tupaki 那關鍵則在於她是否能夠動輸以愛的真諦 同心出生的關紀威,眾人對她的熟悉恐怕還停留在七寶七謀 魔功傳奇 繼2002年無限復活之後吸引了20年 她表示是因為看了2018年的瘋狂亞洲富豪 深受感動 希望自己也可以參演這樣亞裔主演的電影 循循命命才找到了在MODE多重宇宙中演出的機會 她這次在片中飾演女主角的老公威門 獻出了絲毫不申書的表演 威門這個角色是改變Aveline的關鍵 在平凡無趣的小日常中 威門是Aveline生活中的明燈 而不到電影的最後她不會發現 這個探討老夫老妻的相處之道 絕對不是你期待在這部超鏘的電影中看到的 但故事最後你絕對會效忠帶淚離開的戲院 有些愛很平凡卻最為珍貴 關於愛你是不是也想了解更多呢? 除了去看MODE多重宇宙 你還可以嘗試看看 Shape of Love 關係定制卡牌 以及關係同步卡牌 透過卡牌互動小遊戲 解決戀愛卡關苦戀無果 或是穩交太久缺乏溝通的問題 讓你憑實力戀愛運大聲 成為戀愛小達人 Shape of Love 關係定制牌卡內涵 探索卡 用50個問題結構愛情 幫助你在投入一段關係之前更了解自己 解答卡 搜集50個跟愛相關的研究與金句 讓你用客觀的角度全面理解愛是怎麼一回事 單位卡 讓你看心愛的最小單位 認清日常生活中那些與愛相關的蛛絲馬跡 迷人卡 如果還是無法摸透自己想要的理想關係 迷人卡整理出15個讓人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 激發你的靈感 除了可以每天抽解答卡 洞悉現階段的愛情可以進行的方向之外 也可以跟伴侶一起抽單位卡 挑戰給對方最細緻的浪漫體驗 初次約會的時候 也可以運用探索卡的功能 去問對方卡上的問題 分享對愛的想法急速拉近距離 除了關係定制牌卡 還有另外一組關係同步卡牌 要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是社交場合 一定自備尷尬出門的宅宅 這組就比較不像於戀人之間 它可以是朋友聚會或是外出旅遊的時候的破冰遊戲 跟我一樣避暑的人不用擔心 它是每一個情境的問題都可以循序漸進的 可以先問LV1的問題 像是一些最基本的 痾你最喜歡聽到怎樣的讚美啊 你最新養成的習慣是什麼啊 上次我們稱讚對方是什麼時候 我是覺得這組卡就非常適合 像我這種社交尷尬 真不太會開話題的人 因為一群正在變手中的朋友 來家裡的時候 就很適合用FriendDates這組主題卡 今天也要送出 五組的關係定制拍卡給大家 只要留言分享 我在戀愛中遇到最扯的事 就可以獲得抽獎的機會 另外我也會把我的折扣碼 專屬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想要了解更多人可以去看看唷 嗨呂 很開心你願意看到這裡 如果你已經開始喜歡這個影片 或是你跟我一樣都非常喜歡迪士尼 來追個熔烈奇的社會議題 或是擔心巨荒找不到好看的美劇 可以先按下訂閱 加入我的再戰小宇宙 才不會錯過更多新影片哦 在接下來的故事中 Avelyn必須要學會一種叫做 宇宙搖Verse Jumping的技能 透過做出不符邏輯的荒謬舉動 以造成宇宙的混亂 連結到另外一個宇宙的自己 做出來的行徑越莫名其妙 越可以連結到與現存宇宙月圓的現實 導演丹丹雙人組表示 在2016年初步構思出這個劇本的時候 是想要暗藏一些對於現代的網路依存 網路資訊超載的現象 在我們所存在的宇宙或許沒有宇宙謠 但網路確實在某個程度上造成了認知上的超載 所有我們想要或是不想要的資訊 都會在打開手機的那一刻映入眼簾 所以某一種程度上 我們都像是這個Joe Huchibaki一樣 是被知識詛咒的人 而伴隨著這樣的全知全能 人類也開始失去了最原始的功能 那就是愛 電影的主線推進 都是聚焦在Joe Huchibaki追殺Evelyn的人這樣的情節 直到中後半我們才會漸漸發現說 Joe Huchibaki她追求的並不是復仇 而是了結她感受虛無的這個痛苦 或是找到也可以同理她的痛苦的人 然後主宇宙的Evelyn起初內心太過封閉了 沒有一時就發現這個Joe Huchibaki的求救訊號 在成為全宇宙的大魔王之前 Joe Huchibaki一樣是Evelyn的女兒Joy 她將全宇宙中自己的失望 所有的不滿 所有的孤單 所有的被拒絕 都放在了這個Everything Bagel上面 這個Bagel最終成為了一個可怕的黑洞 可以徹底抹滅任何事物的存在 而這也是Joe Huchibaki追求的最終目的 因為她看破了人生百態 了解一切都沒有意義 所以她也不想繼續存在了 於是電影就是來到第二章 存在的意義到底為何 Evelyn看到另外一個沒有跟威門 去美國的版本的自己 她習武最終變成了 享譽國際的武打巨星 當她看到這樣的一個版本的自己 忍不住對於威門這樣說 你不了解 沒有你的話 我會有多成功 她甚至一度想要留在這個宇宙 當威門在她主演的首運會上現身 顯然她沒有Evelyn 也可以混得很好 但在這個沒有選擇彼此的宇宙 她們是孤獨的 她們在暗巷中睡舊 緬懷青紅的過往 她們的人生已經有無法挽回的分歧 回不去了 Evelyn最終發現 在看過這麼多光鮮亮麗 充滿奇思妙想的宇宙之後 她還是只想跟她的家人在一起 秋雨跳入了杯狗之中 Evelyn也跳進去 作為亞裔移民家庭的小孩 導演丹尼爾官 對於亞裔家長的情緒 壓抑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亞洲家長不是像Evelyn這樣 用碎念女兒變胖這樣的方式 表達關心 就是對子女嚴厲的權威形象 非常不善於溝通和表達情緒 因此當Jubb Tewbaki 和Evelyn來到沒有生命存在的宇宙 兩人變成無聲的石頭 對話了這段劇情 也恰巧符合了 亞洲家庭親子關係的別扭 楊子瓊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表示能不幫石頭配音是她的想法 確實無聲的形式 也呈現出這個宇宙 令人玩味的地方 Evelyn因為愛 選擇留在看似 罪不起眼的主宇宙 Jubb Tewbaki 因為愛找到了存在的意義 以愛為母題 討論存在主義的作品 過去沒少過 而媽的多重宇宙 則又運用了人的選擇 加入到這個議題中 讓整體的寓意更有層次 平行宇宙是我們每個人 在人生各個階段 都可能會突然浮現腦中的想法 如果當初怎樣怎樣 我現在會不會更快樂 如果當初選了A而不是B 我是不是會更成功 然而我們心中理性的部分 我們完全都可以想像 應該沒有所謂的完美生活 我是最佳的選擇 Evelyn被Alpha 為我們認證 是全部宇宙中 最沒有成就的一個版本 但唯有在這個宇宙中 有她想要奮鬥 努力的目標 一個她想要陪伴的人 她想要照亮她 帶領她走出深淵 這難道不是為人最重要的意義嗎? 我們的選擇 建構出我們本身 以及我們認知的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是人生各階段 每一個選擇下堆疊的結果 當我們可以選擇全部 或是完全不選擇 是否就沒有了所謂的我 所謂的目標 所謂的重要 人注定是不自由的 但使命感還有責任 讓我們的存在更加有意義 如果變成相反 人生就是Jobetubaki眼中的虛無 在最後的宇宙謠中 平行宇宙中的威門為自己辯解 她其實並不軟弱 她同樣用自己的方式 努力奮鬥者 只是Evelyn看不見 這是一股溫柔的力量 也是化解黑暗貝果的解答 威門或許無法在面對衝突時來應的 卻可以用她的溫暖和真誠化解危機 她陪洗衣店遇到的奧K跳滑稽的舞 她做餅乾給睡務員吃 動之以勤小之以理安撫憤怒的睡務員 她在雜亂的家中 貼塑膠眼珠點亮生活 Evelyn 領悟到了這一點 將塑膠眼珠打到每個 Alpha宇宙的人身上 她看到所有人的軟弱還有需要 她不是去抵抗他們 而是化解了造就他們心中惡的根源 這個當初她嫌棄威門拿來裝飾家裡的眼珠 還有一個很有失意的意象 她正好是黑暗貝果的相反 中心是黑色 外圈是白色 那這段劇情的預言 當然不只是要大家以正能量看待人生一切鳥事 珍惜身邊所愛之人這樣簡單而有 畢竟眼珠中還是帶著黑色 她是一種欣然接受的悲觀 生活中的壞事並不會因為保持樂觀就消失 我們應該要在悲觀中保有持續努力的空間 這是Avelyn從Jobb Joubaki還有Way們身上所領悟到的道理 全人的樂觀是天真 悲觀中的樂觀是情緒前進的解藥 故事來到的最後 Avelyn一家的稅務依然有改善的空間 但她對於生活的感受徹底不同了 她終於可以活在檔下 深深感受家人對自己的愛 這是一個升級過後的Avelyn 這個故事當然不是要告訴我們 應該要甘於平凡 不要胡思亂想 而是要我們認真想想 自己到底有沒有那個願意與之共佈深淵 照亮前方路的人 如果有 那這就是屬於你的最棒的宇宙了 以上就是這次對媽的多重宇宙的分享了 我真心覺得這部可以先預定寄作奧斯卡 可以直接把女主角、女配角、男主角 直接給楊子琼、史丹芬妮許 好 關機位 另外我今天非常想要獲30萬訂閱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下訂閱 如果不喜歡的話 那又沒關係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 這樣就這樣啦 Bye